特別的預測 你看 這個表現是電視的預測 然後給它入場 它的總值 這條非常的 這個雷童 那最後 到今年的例例呢 大概 一般的看法是來到2.2 所以說 1.375% 拉到1.2.2的話 代表 明年 那時候 還會在升息 3.4的一個情況 不過呢 市場解讀還是 這個 緩顧升息 不過 市場解讀 那時候 特別是在 打那個 圓剩 上 上 7.5 7.1